大小盾牌 泰勒离开后的那个冬天 抱贷力15岁了 他从县政府拿到了驾照 在回家路上找到了一份 煎汉堡肉的工作 接着他又找了一份 每天早上四点几牛奶的工作 一年来他一直和爸爸斗争 在他施家的种种管束下 疯狂赚钱 现在他有钱了 也有了自己的车 我们几乎见不到他的人影 家里的人越来越少 旧日的等级制度开始减缩 爸爸没有足够的人手去盖草棚了 于是干起了拆解废品的老本行 泰勒走了 我们其余人便升了级 16岁的卢克 成了长子和父亲的左膀右臂 我和理查德则代替他 成了多面手擒杂工 我记得 作为父亲小工队成员的第一天早上 进入废料厂的情景 地面结了冰 寒气刺骨 我们来到山下草场上方的院子 院里堆满了数百辆小车和卡车 有些车又旧又破 大多数都是被撞坏的 弯弯扭扭 感觉不像是刚坐的 倒像是皱巴巴的纸壶的 院子正中央 是大片成堆的残骸 泄露的汽车电池 缠绕的绝缘铜线 废弑的变速器 生锈的瓦棱铁皮 老式水龙头 破碎的散热器 锯纸状的发光黄铜管等等 没有尽头 没有形状 乱作一大团 爸爸把我领到那堆废品边上 你能分清铝和不锈钢吗 他问 应该能分清 过来 他的语气很不耐烦 他习惯了对成年男子发好施令 被迫向一个十岁女孩解释他的横道 这让我们俩都觉得有点无所适从 他猛地抽出一块闪闪发光的金属 这是驴 他说 看见他的亮度了吧 你试试看他有多轻 爸爸把那块东西放到我手里 他说的对 他不像看上去那么重 接着 爸爸递给我一根凹陷的管子 这是钢 他说 我们把废品按照驴 铁 钢 铜分类 整理成堆 以方便把它们卖掉 我拿起一块锈级斑斑的铁 锯齿状的尖角刺痛了我的手掌 我本来戴着一副皮手套 但爸爸看见了 梳手套会让我干活速度放慢 你的手很快就会长老简的 我把铁地给他时 他向我保证说 之前我从店里找到一顶安全帽 但爸爸也把它没收了 头上带了这个蠢东西 为了保持平衡 你动作就慢了 他说 爸爸活在对时间的恐惧中 他感觉时间在他身后紧追不舍 从他不时忧心忡忡地瞥一眼划过天空的太阳 从他焦急地掂量每只管子或每根钢条 我能看出这一点 在爸爸眼里 每一块废品就是他被卖掉换来的钱 扣除整理 切割和送货的时间成本 每一块废铁 每一圈铜管都是一分 一毛或一块钱 如果提取分类的时间超过两秒 利润还要打折扣 他不断地拿这些微薄的利润 权衡家里的日常开支 他计算出 为了让家里亮亮堂堂 暖暖和和 他必须极其迅速地干活 我从没见过爸爸搬着什么东西 放进分类箱 不管站在哪 他只是用尽全力随手抛制 第一次见他这样做 我还以为是个意外 一场会得到纠正的事故 我还没有掌握这个新世界的规则 我弯下腰伸手去购一根铜线圈 这时一个庞然大物突然与我擦身而过 我转过身看 他是从哪冒出来的 就被一个钢瓶正打在肚子上 我被击倒在地 挨压爸爸大喊一声 我气喘吁吁地在冰上打滚 等我爬起来 爸爸又扔过来别的东西 我一个躲闪 但没留意脚底 又摔倒在地 这一次我没有立即起来 我浑身发抖 但不是因为狼 我的皮肤因四周确定无疑的危险 而兴奋刺痛 但当我寻找危险的来源时 我只看到一位疲倦的老人 正拽着一个坏了的灯具 我见过某个哥哥 捂着身体上割破 压烂 断裂 火烧伤的部位 大声号叫着 从后门冲进来 种种情景 历历在目 我想起两年前 爸爸手下有个叫罗伯特的人 在干活时丢了一根手指 我记得他朝家跑去时 那非人的惨叫声 我一起自己 盯着他血淋淋的残肢 盯着卢克拿来 放在台面上的断纸 他看上去就像一个魔术道具 母亲把他放在冰块上 紧急送罗伯特到镇上 以便医生将断纸缝合回去 罗伯特并非唯一一个 在废料厂断送手指的人 在他出事前一年 萧恩的女友爱玛 也曾尖叫着 从后门冲进来 他在帮萧恩担活时 断了半根食指 母亲也把爱玛送到镇上 但当时肉全被压碎 医生也无能为力 我盯着自己发红的手指 那一刻 废料厂在我眼中发生了变化 儿时我和理查德 在这片废墟中度过了无数时光 从一辆破车 跳上另一辆破车 搜寻其中的宝贝 在这里 我们假想了无数战斗场景 恶魔与巫师 精灵与暴徒 巨魔与巨人 现在它变了 不再是我儿时的那个游乐场 而是回归现实 有着神秘莫测 充满敌意的物理定律 我回忆着鲜血留下爱玛的手腕 抹葬她的钱臂 形成奇异的图案 一边仍然浑身颤抖地站在那里 试图撬开一小段松动的铜管 爸爸扔过来一个催化转观器 差点击中我 我跳到一边 手碰在一个破水箱的锯齿边上 割破了 我把鞋抹在牛仔裤上 喊道别把他们往这边扔 我在这儿呢 爸爸惊讶地抬起头 他都忘了我在那里 看到血 他走到我身边 把手放在我肩膀上 别担心 宝贝 他说 上帝和他的天使 就在我们身边守护呢 他们是不会让你受到伤害的 不止我一个人 在努力站稳脚跟 车祸后的六个月里 母亲病情稳不好转 我们都以为 她会完全康复 她的偏头痛 不再那么频繁发作 每周她只有两三天 把自己关在地下室里 之后康复速度放缓 现在九个月过去了 母亲依旧偏头痛 记忆力也不稳定 每个星期至少有两次 在大家都吃完早餐 盘子也都清理干净一段时间后 她会再让我做早餐 她让我给一位客户撑一磅失草 我只好提醒她 我们前一天已经把失草给客户送去了 制作顶记时才过了一分钟 她便不记得刚才添加了哪些成分 所以只好把整批都扔掉 有时她会让我站在她旁边看着 这样我就可以提醒她 你已经加了半边连了 接下来该加蓝马鞭草 母亲开始觉得自己 无法胜任助产师一职 并为此难过 父亲则极为同心 每次母亲支走一个妇女 她的脸就搭了下来 要是她临产时 我偏头痛犯了怎么办 她说要是我不记得给她吃了什么草药 或者忘了婴儿的心率怎么办 最终说服母亲再去接生的不是父亲 而是她自己 也许这是她的一部分自我 不经一番抗争 她是不会屈服的 那年冬天 我记得她接生了两个婴儿 第一次接生结束 她面色苍白地回到家 并奄奄地 仿佛把一个生命带到世上 也损耗了她自己的生命 第二个要接生的人打来电话时 她正把自己关在地下室 她戴上墨镜 努力透过模糊的视线 开车去了产妇家 到了那人家里 她头痛欲裂 眼花缭乱 以至于无法思考 她把自己锁在黑屋里 助手帮她接生的婴儿 从那以后 母亲就不再是那个了不起的助产室了 下一个孩子出生时 她花大价钱 雇了一名助产室来指导她 现在似乎每个人都可以指导她 她曾是一名专家 是无可争议的权威 现在却连是否吃过午饭 都要询问十岁的女儿 在那个漫长又黑暗的冬天 我怀疑 有时候母亲没有偏头痛 也会躺在床上 圣诞节时 有人送给她一瓶 价格昂贵的混合精油 她有助于缓解她的头痛 但以三分之一盎司 五十美元的价格 我们买不起 母亲决定自己制作 她开始买来单一纯精油 安树 蜡菊 檀香 罗文沙 多年来 家里一直弥漫着树皮的土味 和树叶的苦味 突然换成了须衣草和柑橘的芬芳 她整天都在混合 调制精油 以获得特定的香味和属性 她随身带着济世补和笔 以便把每一步骤都记录下来 精油可比丁忌贵多了 因为忘记是否添加了云山 而不得不扔掉一批精油时 她心痛极了 她制作了缓解偏头痛和痛经的精油 以及用于肌肉酸痛和心剂的精油 接下来几年 她又发明了几十种精油 为了研制配方 母亲用起了一项叫肌肉测试的招数 她向我解释说 这是询问身体的需要 由她自己回答 母亲会大声问自己 我有偏头痛 怎么样会好点呢 然后她会拿起一瓶精油 压在胸前 闭上眼睛说 我需要这个吗 如果她身体向前倾斜 这意味着答案是 是这瓶精油会缓解她的头痛 如果身体向后倾斜 那就意味着 不 她会再去识别的 越来越熟练后 母亲就不再动用整个身体 而敢用手指 她会交叉中指和食指 然后问自己一个问题 同时稍微弯曲手指 试图分开它们 如果两个手指仍然交缠在一起 就意味着 是 如果分开 就代表不是 这个方法产生的声响 随轻微 却明确无误 每次她中指指度 划过十指指甲 就会发出一声 丰满的塌蛋 母亲还用肌肉测试 来试验其他疗法 家里到处都是 学位和压力点的示意图 她开始向顾客 收取能量工作的费用 我不懂这是什么意思 直到一天下午 母亲把我和理查德 叫到里屋 有个叫苏珊的女人在那 母亲闭着眼睛 左手放在苏珊手上 右手两手指交叉 低声问自己问题 过了一会儿 她转向那个女人说 你和你父亲的关系 正在损害你的肾脏 我们调节一下学位 这期间 你要想着她 母亲解释说 多个人在场时 能量工作最为有效 这样我们就可以 从每个人身上汲取能量 她说 她指着我的额头 让我一手轻敲 自己双眉正中间 一手抓住苏珊的胳膊 理查德要一手 轻击胸前的一个压力点 一手伸向我 母亲则要一边按住 一只手掌的某个压力点 一边用脚触碰理查德 就是这样 理查德玩起我胳膊时 她说 我们组成一根人链 默默站了十分钟 回忆起那个下午 我首先记起的是 那种尴尬 母亲说 她能感觉到热能量 正在我们身体里流动 但我什么也感觉不到 母亲和理查德 则闭着眼睛 静静地站着 呼吸很轻 她们能感受到能量的传递 和由此带来的喜悦 我则局促不安 我努力集中注意力 接着又担心坏了苏珊的事 担心因为我成了 人链上断裂的一环 不能把母亲和理查德的 治愈能量传到苏珊身上 十分钟后 苏珊付给母亲二十美元 接着进来了下一个顾客 如果我有所怀疑 那并不完全是我的错 而是因为我无法确定 应该相信哪一个母亲 车祸发生的前一年 母亲第一次听说肌肉测试和能量工作 觉得那全是人的一厢情愿 人总是希望奇迹发生 她对我说 如果能给他们带来希望 让他们相信自己正在好转 他们就什么都信 什么都吃 但是世界上根本没有魔法这种东西 营养锻炼和钻研草药特性 这才是全部 但人们生病受罪时 你说这个他们不接受 现在母亲却说 治疗有关精神不受限制 她向我解释说 肌肉测试是一种祈祷 一种神圣的祈求 这是信仰的体现 上帝通过她的手指传达旨意 有时我相信她 这个聪明的女人 知道每个问题的答案 但我永远也忘不了另一个女人 那个同样聪明的母亲说的话 世界上根本没有魔法这种东西 一天 母亲宣布她的技法已经炉火纯青 我不必再大声说出问题 她说 只要想想就可以了 就是在这时候 我开始注意到 母亲在家中四处走动 她把手轻轻放在各种物品上 喃喃自语 手指以稳定的节奏弯曲 如果她在做面包时 不确定自己加了多少面粉 他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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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她在制作混合精油时 不记得自己是否添加了乳香 他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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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她坐下来 诵读了半小时经文 忘记自己是何时开始的 肌肉测试法 就又派上了用场 他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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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亲开始沉迷于肌肉测试 每当厌倦了谈话 或者记忆模糊 甚至日常生活的那些不确定让她不满 她便进行肌肉测试 但意识不到自己在这么做 她的五官会松弛下来 表情空洞 手指会像黄昏时分的西涮一样 发出啪哒啪哒的声响 爸爸欣喜若狂 那些医生可不能紧凭触摸 就知道你出了什么问题 他神采飞扬地说 但是你母亲能 那年中天 对泰勒的记忆 一直萦绕在我心头 我记得他离开那天 看着他那辆装满箱子的车 从山上颠簸而下 是多么奇怪 我无法想象他现在在哪里 但有时我想 也许学校没有爸爸所想的那么邪恶 因为泰勒是我认识的最善良的人 而他喜欢学校 他对学校的爱 似乎超过了对家人的爱 好奇的种子已经拨下 只需时间和厌倦让它成长 有时 当我拆下散热器上的铜 或将第五百块 刚扔进分类箱时 我会发觉自己 在想象太乐的学校生活 随着在飞料场 度过沉闷的每一个小时 我的兴趣愈发强烈 直到有一天 一个奇怪的念头闪现 我应该去上学 母亲过去总是说 如果我们愿意 只要征求爸爸同意 就可以去上学 但是我没有问 每天早晨开始全家祈祷之前 他脸上的强硬线条 他安静的叹息 祈祷中有某种东西 让我觉得 我的好奇下流可增 是对他为了养育我而做出的 所有牺牲的侮辱 在拆解废品 帮母亲制作丁记 混合精油之余 我努力不丢下学业 母亲那时已经放弃了在家办学 但仍有一台电脑 地下室还有书 我找到那本有彩色插图的科学书 还有多年前的那本数学书 我甚至还找到一本褪色的绿皮历史书 可是坐下来学习时 我几乎总是睡着 长时间拖拽废品 使得光滑柔软的书页 在我手中显得愈加柔软 爸爸要是看见我在看书 就会试图把我拽走 也许他想起了太乐 也许他认为 如果能再让我分心几年 危险就会过去 所以不管有无必要 他千方百计给我找活干 一天下午 他又逮住我在看数学书 就让我和他抬水穿过田野 去教他的果树 整整一小时里 抬得一桶又一桶 这原本也没什么反常的 但当天正在下暴雨 爸爸如果是在试图阻止孩子 对学校和书本过于感兴趣 阻止我们像泰勒一样 被光明会所引诱 他更该对理查德多加注意 理查德也本该在下午 帮母亲制作丁记 但他几乎从没这么干过 总是不见他的人影 我不清楚母亲是否知道他去了哪里 但我知道 每天下午 在黑暗的地下室里 几乎总能找到理查德 他蜷缩在沙发和墙壁之间的狭小空间内 面前摆着一本百科全书 如果爸爸碰巧从此经过 他会把灯关掉 咕弄着说尽量废电 过一会儿我就会找个借口下楼 再去把灯打开 如果爸爸又经过一次的话 家里便会响起一阵咆哮 母亲就得坐在那里听他一顿教训 房间里没人为何要开着灯呢 他从不责骂我 我不禁怀疑他知道理查德在哪里 如果我无法回到下面去开灯 理查德就会把书凑到鼻子边 在黑暗中看书 他就是如此痴迷 如此想看那本百科全书 泰勒走了 家里几乎没有他住过的痕迹 除了一处 每天晚饭后 我都会关上房门 从床底下拖出泰勒的酒音箱 之前我把他的书桌拖进我房间 唱诗班合唱预想起时 我会坐进他的椅子学习 就像之前无数个夜晚 我看见他所做的那样 我没有学历史和数学 我学习宗教 我读了两遍摩门经 快速看完了新约 看第二遍时放慢速度 停下来做笔记 相互参照 甚至就信仰和献祭等教义 写了短文 没有人读我的文章 我是为自己写的 正如我想象泰勒 只为自己而学习一样 接下来我读了旧约 然后读了爸爸的书 主要是早期摩门教先知的演讲 书信和日记汇编 他们是用十九世纪的语言写的 生硬 暴口 但极为准确 起初我看不懂 但随着时间推移 感官逐渐适应了 我开始对讲述我的先辈 穿越美国蛮荒之地的历史故事 倍感亲切 虽然故事很是生动 但训诫极其抽象 论述的是晦涩难懂的哲学主题 我把大部分时间 都花在研究这些抽象的文章上 回首往事 我发现这就是我的教育 将产生重要影响的教育 我学着弃我而去的那个哥哥的样子 在借来的书桌前哭作 努力而仔细地研读一条条模门教教义 我在学习的这个技能至关重要 那就是对不懂的东西耐心阅读 当山上的积雪开始融化 我的手上涨满老简 在废料厂呆了一季 磨练了我的条件反射能力 我学会了辨别爸爸要扔重物时 嘴里发出的低沉的咕咙声 一听到这个声音 我立刻浮在地上 我把太多时间都花在了这上面 以至于搜救的废品不够多 爸爸开玩笑说 我就像逆流上山的糖浆一样慢 对泰勒的记忆逐渐褪色 他的音乐也被金属的撞击声淹没了 如今到了夜晚我脑海里响彻这些声音 瓦轮铁皮的叮当声 铜线的敲打声 铁的笼笼声 我记入了新的现实 透过父亲的眼睛观察世界 我看到了天使 或者至少是在想象中看到了他们 他们望着我们拆废品 向前一步接住爸爸 从院子那头扔过来的汽车电池 或长短不一的钢管 我不再因爸爸扔他们 而对他吼叫 而是祈祷 一个人收拾费品时 我干得更快 一天早上 爸爸在院子北投靠山的地方干活 我在南投靠近牧场的地方干活 我把一个箱子装满了2000磅的铁 然后胳膊酸疼 跑去找爸爸 箱子需要清空 而我不会操作装载机 那种带伸缩壁 轮子又快又黑 且比我还高的大型产车 装载机壁价伸展 把箱子举到约25英尺高的空中 或擦倾斜 废品轰得一声巨响 倒进挂车 挂车是为了拉废品 而特意改装的平板卡车 长50英尺 其实就是一个巨大的桶 四臂用厚铁板制成 离拖斗有8英尺 一台挂车能装15到20个箱子 或者约4万磅重的铁 我在草地里找到爸爸 他正在点火 准备烧掉一堆铜线的绝缘层 我告诉他箱子已经满了 他跟我走回去 爬进了装载机 他朝挂车挥了挥手 箱子到空后 你把铁里平整些 这样我们能装更多 跳进去吧 我不明白 难道他想把我和箱子 一起倒进挂车 你卸载完 我再爬上去吧 我说 不 这样快一些 爸爸说 等箱子与挂车必平齐 我会停一下 这样你就可以爬出去了 然后你沿着挂车必跑 待在驾驶室顶上 等着箱子到空 我在一段铁片上坐下 爸爸把货差伸进箱子底下 将我和费品举了起来 开足马力 朝挂车前面倒去 我几乎快抓不住了 在最后拐弯处 箱子剧烈摇晃 一根带尖的铁向我扎过来 它扎进我膝盖下方 一英寸处的小腿内侧 像刀子扎进热黄油一般 我试图把它拿开 但装载机又改变了方向 肩铁一部分被埋住了 闭下伸出时 我听到了液压泵轻微的 不正常的活塞声 箱子与挂车齐平时 声音停了 爸爸等着我爬上挂车壁 但我被压住了 我动不了了 我喊道 但是装载机引擎的 轰铭声太大了 我在想 爸爸是否会等到 探紧我安全地 坐在驾驶室顶上 才去倒空箱子 但我知道他不会 时间仍在紧追不舍 液压泵发出声音声 箱子又升高了八英尺 倾倒就位 我又大声喊叫 声音忽高忽低 试图找到一个能穿透引擎轰鸣的音调 箱子开始倾斜 起初很慢 接着加快 我被压在后面 我知道箱子垂直时能给我一个抓握点 于是用两手紧抓住箱子的顶壁 箱子继续倾斜 前面的废品开始一点点向前滑动 巨型钢铁冰川开始坍塌 长钉仍然扎在我的腿上 把我往下拉 抓握的手滑了一下 我也开始跟着滑动 长钉终于从我身上脱落 重重掉进挂车里 我现在正脱了 但却在坠落 我拼命挥动双臂 想抓住一件 没在急剧降落的东西 我用一只手掌 抓住了现在几乎垂直的箱子侧臂 我挣扎着向它靠近 将身体举过箱子边缘 然后继续下落 因为现在我正从箱子侧面 而非前面坠落 我希望我祈祷 我能摔到地上 而不是掉进挂车里 此刻挂车里的一大堆金属 正在发出愤怒的撞击声 我坠落着 只看见蓝天 等待我的或是尖铁的刺痛 或是坚硬地面的撞击 我的被撞上了铁 是挂车壁 我的脚在头上方咔嚓一声 我继续笨拙地摔落在地 第一次往下摔了七八英尺 第二次可能有十英尺 我尝到了泥土的味道 松了一口气 我仰面躺了大概十五秒 引擎停止了轰鸣 我听到了爸爸沉重的脚步声 怎么了 他说着 跪在我身旁 我摔出来了 我气喘吁吁地说 我感觉喘不过气来 后背剧烈地跳动 好像被劈成了两半 你是怎么做到的 爸爸说 他的语气中有同情 但也有失望 我觉得自己很蠢 我想 这么简单的事 我本可以做好的 爸爸检查了我腿上的伤口 长钉从腿上掉下去时 扯开了一道大口子 看上去像地面的坑洼 那些肌肉组织都看不见了 爸爸脱下法兰容衬衫 把他压在我腿上 回家去吧 他说 你妈会止血 我一拳一拐地穿过牧场 直到爸爸消失在视野中 才在麦草上 尸声崩溃 我颤抖着 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 我不明白 我为什么哭 我还活着 我会没事的 天使们已尽了他们的本分 可我为什么无法停止颤抖呢 我头晕目眩地 穿过最后一片田野 朝房子走去 和之前见到的哥哥们 罗伯特和艾玛一样 我也从后门冲进去 呼喊着母亲 当他看到油沾上 深红色的血脚印 便拿出治疗出血和休克 被叫做急救疗法的顺势疗法 他在我的舌下 滴了12滴清澈无味的液体 左手轻轻搁在伤口上 右手手指交叉 他闭上眼镜 啪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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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破伤风 他说 伤口最终会长好 但会留下一个讨厌的伤疤 他让我趴下 检查了我屁股上方几英寸处的瘀伤 一片深紫色和人脑袋一般大小 他再次交叉手指 闭上眼镜 啪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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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肾脏受伤了 他说 我们最好再做一批杜松和毛蕊花精油 我膝盖下面的伤口已经结痂 黑亮亮的 像一条黑色小和流金粉红的肌肉 这时我做了一个决定 我挑了一个星期日的晚上 当时爸爸正在沙发上休息 腿上放着打开的圣经 我在他面前感觉站了有好几个小时 但他始终没有抬头 于是我脱口而出 我想去上学 他似乎没听见我说话 我祈祷过 我想去 我说 最后爸爸抬起头 直直地向前看 目光聚焦在我身后的什么东西上 静默降临 让人倍感压抑 在这个家 他说 我们遵守上帝的戒律 他拿起圣经 转动眼珠从一行跳到另一行 我转身要走 但还没走到门口 爸爸开口了 你还记得雅各和一嫂的故事吗 记得 我说 他继续读经文 我静静地离开了 无需任何解释 我知道这个故事的意思 他的意思是说 我不是他养育出的女儿 他的女儿秉持虔诚的信仰 我竟然为了一碗破汤 而试图出卖自己与生俱来的权利 本章结束